李锦伦 李锦伦,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样信主的呢? 哇,其实我信主的过程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我其实算是第三代旧途 是从我爷爷跟奶奶,还有就是我外公外婆 我小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教会 所以信主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那可能比较特别就是咱们蒙昭 我十四岁的时候就信主大概一年多 有一次就是参加一个夏令会 那次夏令会是很特别 因为其中一个讲者他是从中国出来 而且他是偷渡出来 他就分享到他怎么样在中国这个旧途的生活讲起 然后呢讲到他从中国到香港的路途当中 遇到很多的惊险镜头 分享之后呢,他有一个呼召 那个呼召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他问谁愿意做中国的传造人 我当时心里面是很有感动 就到了第二天愿意回应上帝这个呼召 就是当一个中国的传造人 我那一年是十四岁 李老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当初为什么你会加入创新呢? 在认识创新的一个侍奉之后呢 我发现创新其实在方向团跟 跟这个服饰路线上面是 跟我本来的呼召是相当吻合的 在创新这一边接触的点会比较多 这个就是跟以前我的侍奉的那个情况有点不同 那我想这个就是可以打开接触面 还有打开一个视野 来,李老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大家需要来创新来读书呢? 在创新可以学到就是 从圣经的启示当中而来的道理 然后呢就是跟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的应用 除了这个圣经以外的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议题在神学里面就是 就是系统性 什么叫系统呢? 我的解释就是说 牵一法动全身的叫系统 当能够影响一方面的时候 它其实是牵连全盘的 所以系统其实有掌权性 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内容 不光是片面的 或者说不光是圣经某一节经文所讲的 乃是全盘性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了一个全盘性的一个认识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有比较稳的立足点 有了立足点 你就能够有一个判断能力了 就是可以分辨 比较容易分辨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且有一种参透力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 有系统的能够吸收别人 没有系统的被别人吸收 还有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创新这里呢 不光是有系统性的 来去认识我们的信仰 而且是能够对应这个文化的环境 所以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是要了解 很多表面发生的事情 其实它有一个生成的原因的 那假使能够掌握那个生成原因的时候 你就能够透视不同的事情 那所以呢 就是说 在这里呢 我们也会学习到中华文化 一个生物的了解 而且能够从神学来去回应不同的事情 听李老师讲得那么好 我们都要来报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